聽說123料理可以點菜 那我們接受我們 千娜的金瓜炒米粉 她在十二節氣裡面呢 不是 不要聽錯 不是在想她是美 最樣是 最舒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我在種菜女神裡面飾演 平真希還有邱逸心 在劇裡面的雲海村 賺了很多很棒的農產品 聽說123料理可以點菜 請問師傅可以為我點一道 有關於南瓜的這些料理嗎 歡迎收看每個禮拜六 這樣吃最舒服單元 那我們接受我們千娜的點菜 今天呢 來做一道南瓜的料理 簡單又好吃的金瓜炒米粉 好油啊 超油 來 我們先熱油 爆香一點薑 還有一點泡發的香菇乾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加一些肉 所以呢 我們自然呢 會去萃取一些蔬菜 它本身的一些香氣 還有甜分 再來呢 紅蘿蔔 芹菜 接著南瓜 下去炒一炒 呦 重點來了 師傅 南瓜的話 它在那個節氣裡面 這個節氣就會弄掉 因為啊 它在十二節氣裡面呢 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 十二生效 二十四節氣 誰要停住 第一十二片太韻 是不是你到底想到還是沒 你沒有看到我已經停住了嗎 對 我們這邊呢 再下一點那個高麗菜 把它炒一炒 高湯 那我們這一道菜呢 要好吃啊 就是我們這個 蔬菜料 要炒得好 這邊呢 我們稍微先悶一下 那我們現在小雪剛過啊 我們最適合吃的是 南瓜這樣的一個 蔬果類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 它本身養價值高啊 那吃起來又有飽足感 那對身體沒有什麼負擔 那也很適合呢 冬天儲存我們所需要的能量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 已經差不多囉 掀開 哇 香氣都出來 哇 南瓜是不是軟軟的 對 米粉 錢拿 你有看到嗎 我們在泡完之後呢 最好是拿起來剪一剪 食用的時候啊 會更好入口 那我們稍微拌一拌之後呢 我們就來下我們的調味料 鹽巴 湯 那這邊呢 我們會增加一點辣度 白胡椒 香菇菌 醋蠔油 菇醋 最後啊 我們下一點點的香油 提一下它的香氣 再拌一拌 就可以起鍋囉 哇塞 香噴噴的 金瓜炒米粉 錢拿 你學會了嗎 記得在家裡也要試著做做看喔 大家也要繼續支持禮拜六 這樣吃最舒服單元喔 掰掰 掰掰 哇 快點 餓了趕快吃 感謝師傅為我做這道節慶料理 走況的時候我也要自己試試看 也希望大家可以記得鎖定 11月16號起的晚上9點半 愛奇藝種菜女神 我們一起找個注重 就算被曬一點太黑 心裂脫皮的多灰 我再不回的臉 還是一樣的嗎 prochain燈 我們來聊天 我們會不會的 我們來聊天 我們去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